然後你看要一個家族在這邊住 住到這個他子孫有一個程度 他還可以他的長輩才被人家申請一個結效法 他要多久 所以大概250年 從乾隆算起的話就200多年了 從乾隆算起就200多年了 有紀錄的應該最少220年 那他們是在講說這個意義 有一本書他寫上年266年 他們的家族在這個地方是360 老師今天已經把北投的整個大概都介紹了 因為我們現在在推的是北投火車站到新北投火車站 叫做湯之道 因為日本人來了以後的溫泉文化所產生120年的文化 那這裡面當然包含那個陳世忠時這邊 當時訴訟的時候買硫磺的時候大概都在這個地方 大概141年 那這樣一整條就是大概清朝再來就是日治 再來就是國民政府 就一條 然後老師剛才帶的這個淡北古道這一條 大概又260年左右 而且他從平埔族就帶過來 那超過400年 老師今天已經把整個北投大概都講了 那我們還是要鼓掌謝謝陳老師 因為今天沒有他的話就沒辦法有這個光彩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